今年不少朋友都喜歡吃湖南童四川菜 無辣不歡 如果想一次吃齊不同地方的特色風味 位於永利皇宮的日蝶片就適合你口味 餐廳文名Andreas 是以史提芬永利太太的名字命名 餐廳展現正宗的中式菜芽 將華洋菜的優雅細膩 雙川菜的辛辣口感 讓不同風味一一呈現 餐廳裝修典雅 除了主要的永餐區之外 兩旁也設有三間貴賓房 永餐區中央就是開放式廚房 讓食客可以目睹師傅的廚藝 餐廳的門口也設有品名區 有專業的茶師為賓客提供配茶服務 這是我們餐廳賣得非常好的一道菜 叫四川辣子雞 其實辣子雞很多家都做 但是每家做都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餐廳做的方法是把辣子雞 取自於新鮮的三黃雞 我們會用一些特殊的原料 先把它的底位醃足 再放很多的四川的正宗的一些辣椒 像四川的二斤條辣椒 四川的廣原的大紅袍花椒 這些原料放在一塊兒再去煸炒 所以出來的味道不同於其他餐廳做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嘗一嘗我們家的辣子雞 說到師傅功架 怎可以不提這個鮮包菊花豆腐湯 豆腐細膩嫩滑 要切已經不容易 師傅的巧手刀工 就可以將一塊豆腐切四百至五百刀 在水中看就像一朵菊花一樣 配上新鮮的澳洲鮑魚熬製的湯底 這個湯就是華洋菜中的代表作 至於喜歡麻辣香味的朋友 就一定要試這道青花椒酸菜缺乳 缺乳是四大淡碎魚入面的一種 這道菜就是地道的川菜 這個菜的特點就是酸、麻、味道以鹹鹹為主 36個小時慢煮牛肋骨 都是不可以錯過的菜式 師傅用備製醬汁醃製澳洲牛肋骨 再用洗好的乾年花葉將牛肋骨增胸處理 以低溫慢煮36個小時 所以說這個菜出來之後 它的口感非常滑嫩 多汁 在這麼漂亮的環境下 品嘗到味味佳牛 你又會不會想試一試呢